然後我們第一位分享九分鐘的是藍星 那這樣歡迎她 好 那個音樂謝謝 喔我沒有簡報耶 因為剛剛月亮跟我說 欸你要不要講九分鐘 我就說喔好啊 然後我有點不知如何是好 因為我其實沒有想好今天要講什麼 那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好了 你們記得你們人生中第一次大哭是什麼時候嗎 除了剛生出來 你有記憶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失戀分手 有沒有別的 喔這個其實是我在辦第一次交點沙龍的時候 我跟月亮兩個人 坐在咖啡館裡面 有一天我就問他這麼一個問題 月亮就巴拉巴拉跟我講了 還蠻多他自己的東西 結果後來 我們在那場活動裡面 月亮講了不一樣的東西 他把他人生中很 就他說 我從來沒有跟別人講過這件事情 我今天就講了 然後你是要告訴我們嗎 不能講啊 阿楓也有 但我也不能講啊 這個我們有就是 阿楓還是你兩個胖 你也差不多 你好意思講人家 但我覺得這很有趣 為什麼我特別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剛剛就在現場 我就問了兩個朋友 我跟這兩個朋友沒有講過任何一句話 就剛剛這樣聊聊聊聊 我就問他 他也就回答我這件事情 然後我問他們兩個人為什麼 他們跟我說 兩個大家都一樣喔 就說 因為我跟你不認識啊 所以跟你講這件事情沒關係 余生 你會這樣嗎 不會 你都會跟誰講 如果有這個問題的話 我不會講 我都不講嘛對不對 那 月亮問過了 那你呢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跟誰講這種事情 喔好 男朋友喔 對 那 計時的這位同學 你呢 你會講嗎 你會告訴別人你第一次哭是什麼時候嗎 對 什麼時候 我忘記了 你已經忘了是不是 那你記得嗎 你第一次哭什麼時候 大 對啊 小時候 小時候大概幾歲 國小三 國小三年級 那為了什麼 我那一次 以前我是運動學長 比那個國術 你去比國術 你是比柔道還是什麼 不一樣 太極拳 太極拳 那是因為受傷嗎 還是 就輸掉了 就哭了對不對 大家你看喔 我很自然就問下去 他就很自然的跟我們分享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如果是 你很熟的朋友 或是家人問你這件事情呢 第一句話就是 不要管那麼多 我不想跟你講 很多人都這樣耶 就我剛剛突然這樣講講講 我突然很好奇 那 大家今天為什麼會來參加焦點呢 我當初第一次參加焦點是因為 Edward 對 他就要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沒有不到這個活動 所以我就來 然後我來了之後發現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特別 就是 為什麼大家就是上台講講兩分鐘 然後好像就可以 有點不一樣的感覺 但我一開始也說不出來為什麼 然後我來了一次兩次三次 我後來發現其實大家都需要講話 你很想跟別人講話 可是你又不知道怎麼講話 那我們就來 跟一些不認識的人 然後就現場就聊聊聊聊 然後聊完就發現 很有趣 因為我來了一次兩次三次之後 開始跟宇晨比較認識 然後 後來宇晨就跟我聊一聊之後 他跟我說 你要不要被我訪問一下 我就 喔好啊 要訪問什麼 然後我們那天就聊了三個小時 然後我跟Edward 兩個人也就 越來越熟 就是開始會 聊一些小小的事情 然後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就你知道 你會跟一些朋友 開始越來越熟 那月亮阿峰還有很多朋友 像今天應該 本來應該會來 但他今天沒辦法來的攝影師 他前一陣子騎車出車禍 對 像這樣子的 友情關係就慢慢被建立 因為我前一陣子也做過一個實驗 就是我在Facebook上面發動態 然後大家會不會發現 結果是沒有 一個月 還蠻有趣的 就是你會去試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 可能對你來說是重要的 對別人來說 都一點都不重要 對 那我覺得你怎麼跟自己好好相處 會在你這些事情裡面 你慢慢被自己實驗出來 那如果 如果 如果今天 你在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時候 我覺得你可以試著 開始從你生活中 你覺得不重要的小事 開始 認真做 因為我最近開始 好好的運動 因為環島之後我發現 為什麼我騎這樣子 我會很累 然後我想想不行 體力太差 開始就認真跑 跑步打球運動 我才發現 原來喔 我覺得有一本書 那本書裡面 他寫得很好 那本書叫做 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 那樣工作 然後他的第一百二十八頁裡面 他說了 對 因為那是 我們那個讀書會的組長 把夜數告訴我 阿康哥講的 他說 一百二十八頁裡面 有一句話說 所有的習慣 都是因為 運動開始的 你生活裡面 所有的作息 基本的東西 都是從運動開始的 我從Edward我身上 得到一個很好的驗證 因為他 跑馬拉松 對對對 我覺得真的很酷 對 因為我跟 因為我也跟他們比較熟啦 所以我就 對 就提他們比較多 嗯 講了這麼多 我覺得 大家下次有機會 就上來分享嘛 不要每次都讓月亮叫我啊 成場面其實有點辛苦 你說是吧 謝謝大家喔 嗚 從來 你學會 請我 我 你學會 你要 找到